孔子总结了这个历史上管理国家治理人民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导致以政 旗帜以行 这个导致引导 我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 你比方说我们到春秋后期这个秦国 他就讲 谁要把家里的灰倒在马路上 就要砍你的手 他出了这个行政的规定 那么老百姓他不许倒灰 老百姓有的愿意做 有的不肯做 不整齐怎么办 就是要行 看守 那么这样的见效很快 你灰定了 不可以在马路上盗灰 谁盗灰我要砍你的手 结果第二天马路上果然就没有人盗灰了 这个民呢 免于刑罚 大家一看不得了 对吧 但是他这种不到灰 不是处理一个思想上的认识 他而是怕你那个刀 他那个羞耻之心没有见得去 那么这叫免而无耻 那么还有一种模式 就是用道德来引导大家 告诉大家 我们是人 我们有道德 这样把它疏通 那 如果老百姓有做到有做不到 不整齐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让大家来整齐呢 就是各种规定 那么这样老百姓呢 他有了羞耻心 觉得有些事不能做啊 哪怕没人看到要胜毒 有些事呢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都不能做 他有羞耻心 而且他有上进心 就叫由此且得 那么孔子主张呢 我们用后一种 这个 所以他对于道德和理 来教民 这样一个东西呢 他是充分肯定的 认为国家 要长治久安 必须这样做